只因我吃了两个瑞士卷,就被老公指着鼻子骂不配当妈,你吃了孩子吃什么?他们俩真是倒霉了,有你这样的吗?我看着他唇角还未擦掉的瑞士卷碎屑,心寒到了极点,离婚吧。他傻眼了,不就说你一句,至于吗?至于。盯着他的眼睛,我又重复了一遍,离婚吧。这种连吃个瑞士卷都要看人眼色的日子,我也确实是受够了。 吃两个瑞士卷就不配当妈了。我凭什么不能吃?成员难以置信地瞪着我,他唇角甚至还挂着瑞士卷的碎屑,就为这么点屁事,你要跟我离婚?我说的这一桩桩一件件,哪里错了,怪你了?那一盒瑞士卷本来就只剩两个了,两个孩子一人一个怎么了?你要是吃了孩子吃什么?他真是理不直气也壮,大声地吼着我,就像我是个什么食恶不食。 我说的恶人一样。可起因仅仅是我吃了两块瑞士卷,一盒瑞士卷八个,我们家四个人。但凡上过小学都知道一个人两个是最合理的分配方式。他们三个都吃了,就我不能吃。 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我不是女保姆。就算是保姆,作为主人也不可能连两个瑞士卷都不给人家吃吧。我在家忙了一天,从睁开眼睛忙活两个孩子的事就一直没歇过。 好不容易孩子睡着了,我坐着吃了个瑞士卷都不行,如果父母都不能吃,那他凭什么能吃?我气笑了,直接一口气把两个瑞士卷全吃了,一盒八个瑞士卷,你和两个孩子一人两个,凭什么我就不能吃? 我是你老婆,我是你孩子的妈,我不是你们家过来的保姆。我凭什么不能吃这两个瑞士卷?成员蹭地站了起来,他看着我,怒火中烧地拍着桌子冲我叫喊,就凭这盒瑞士卷是我买的。 你为这个家里做过贡献吗?这么多年,不都是我养着你们三个?你吃我的用我的,我说你几句你就要离婚?你有没有良心? 世界上有几个全职主妇跟你一样臭脾气的。我在外面辛辛苦苦赚这么些钱,就是为了给我孩子吃点好的,你倒好。身为一个母亲,你跟孩子抢食吃?见我不说话,成员气不打一处来,直接抢过我手中的瑞士卷盒子,吃吃吃,怎么不吃死你?那么嘴馋,有个当妈的样子吗?我说你两句,你还给我是本事呢?天天把离婚挂嘴上,你以为你还给你? 你以为我不敢跟你离啊?你以为这个家没了你就不赚了?他喋喋不休地攻击慢骂着我,我只觉得悲凉和心寒。他的画像一句句重锤,把我早已在日复一日里被这段无望的婚姻搓磨到血肉模糊的心枣得更加稀烂。我甚至不敢动,不敢去细想。和我在一起这么久的枕边人,居然是这么看我的。 他的声音如同魔咒一样,一个劲地在我脑袋里钻,刺得我喘不过气来。你不上班,你不知道钱多难赚,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压力吗?每天想到你们这三张嘴等着我养,我恨不得把你们三个杀了,再自杀你知道吗? 我们又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你知道一盒瑞士卷,我要在外面怎么样才能赚到吗?这些都是我的辛苦钱换来的,你倒好,嘴一张两个瑞士卷就完了,那我呢?我明天又得面朝黄土地朝天的去第三下四赚钱。我忍不住打断他,当初是你口口声声说让我在家里带孩子,你在外面上班养活全家的。 所以,你现在连一盒瑞士卷都买不起了是吗?一听我这句话,他就像是被踩了尾巴一样,更着急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为什么总是把别人想得那么坏?你是被害妄想症吗?我是想让你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这是零食,这不是饭。你让两个孩子看到你这个当妈的整天吃零食,他们要是也不好好吃饭了怎么办? 他永远都这样,无论怎么样,都是一副很有理的样子。我倒成了那个无理取闹的人。结婚八年,他爸妈只管催生不管带。当初是他说要我在家里全职带娃,他上班养家。孩子出生后,我便辞职在家里专心带娃。 没想到我为了这个家的付出,却换不来两个瑞士卷。我吃了这两块瑞士卷,就不配当妈。那你呢? 成员。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问道,你也吃了两块,你配当爸爸吗?那晚,我已经不知道我是怎么度过的了。 我只记得,圣怒和委屈之下,我把这件事情的始末放在了短视频平台上。经过一夜的发酵,这个视频的热度空前绝后的高。评论区很多人都在心疼我,安慰我。 我看着他们的评论,攒了一碗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他老公自己吃了两个瑞士卷,不让他吃。其实根本不是爱不爱孩子的问题,而是在他老公看来。 家庭主妇没工作,连吃个瑞士卷的资格都没有。我感觉,最后他吃的时候,肯定是胃同嚼辣的。哪怕倔强地没有流下眼泪,心里也是千疮百孔了。 还是不结婚好,我一个人吃八盒瑞士卷都没人管我,结了婚吃了个都得被开除麻吉。教育妻子的时候,先从自己做起,每个人都值得被人尊重关爱。 他自己都能吃,凭什么不让老婆吃?这种男的,就别发出来吓人了吧。恐婚了都要。全职主妇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没钱,前一晚再怎么打碎牙往肚子里咽。 第二天,我还是得起来给这一家子做饭。毕竟往常的那些数不清的日子里,我都是这样子过的。前一晚上大吵,第二天还得装个没事人一样。 但这次,我不想忍了。早上七点,一夜未眠的,我从床上爬起来。换好衣服后,我搭着地铁去找律师了。正在和律师讲明情况的时候,成员的电话突然打过来了。 他对着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大清早的,你不在家干什么去了。咋了?还因为昨天晚上的事跟我闹脾气呢是吗?你咋那么小心眼呢?我等一下下还要去上班,你连饭都懒得做,我养你干什么用的? 天天在家里,躺着享福就算了,连饭都不愿意做了是吗?隔着电话我都能听到,他把厨房的锅碗瓢盆摔得震天响的声音,这个家你还想不想要了?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每天一个人养家已经够辛苦了,你不要没事找事,整天让我两头急。 我的声音有些沙哑,都说了,我要跟你离婚,等离了婚,你就不用养我了。 成员冷笑一声,这是长本事了呀,还知道拿这种事情威胁我了。 拿了我们家那么多彩礼,现在想跑,你都不怕我去起诉你你骗婚吗? 我不想再和他多说,我在律师这里。 冗长的沉默之后,传来的是他暴跳如雷的咆哮,你踏马来真的呀。 刘梦凡你疯了吗?不就是因为两个瑞士卷吗?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样斤斤计较的人呢? 还是跟自己的孩子计较? 又来了,每次遇到事,就把错误往我身上推。 不管是什么问题,都是我的错。 他舍不得给我吃瑞士卷,倒成了我抢孩子食物,喂果后的不满。 总是这么颠倒黑白的,想要给我洗脑,所有错误都来源于我。 可我又做错什么了? 是我嫁给他嫁错人了,还是我给他生了两个孩子,生错了? 我恨他。 他吼了半天后,这才大发慈悲地求和,今天晚上我给你买一盒瑞士卷行了吧。 就为那二十五块九毛钱你跟我离婚,传出去都不怕人笑话。 听话,别没事找事,赶紧回来。 成员的话彻底让我寒了心,我握着手机的纸截都在发颤,所以你觉得我想跟你离婚? 是一盒瑞士卷的事吗?难道不是吗?你不就是嘴馋没吃到自己想吃的,故意跟我做吗? 成员就像是知道了我的把柄一样的得意洋洋道,也就是孩子现在还小,看不懂你这个当妈的丑恶嘴脸,为了口吃的都能抛福气子了。 嘖嘖嘖,你这性格,也就只有我能忍得了你了。 我等一下给你买一盒备,你偷偷藏起来吃,别让孩子吃了,不然我怕你气死。 你这么会护食,小心我把你送到攀红园区啊。 我挂断了电话,觉得自己的八年,就像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原来那句,如果你突然觉得这个家里变得不温馨了,那肯定是之前一直在默默吃亏的人不肯吃亏了。 结婚这么多年,还有了孩子,我岂止是让步了这两个瑞士卷。 以前那些所有受委屈的瞬间,都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的脑海中循环播放。 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妥协的瞬间,事业上升期怀孕生子,被迫离职。 婆婆不愿意帮我带孩子,只帮姑子带。 我妈说我婆婆不带,她带了不好,我只能全职在家自己带。 好不容易老大三岁了,可以进幼儿园了,他们又开始催老二,两个孩子差不多大,刚好一起带出来,年龄差得小点,以后两个孩子还能更亲近点。 我也是个脑子不清醒的,还真就把老二生出来了。 老二生出来后,我的工作量一下子翻了两番。 两个男孩真的快要把我累成两半。 成员却抱怨我,谁让你一下子生两个男孩的? 以后吃苦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现在才哪到哪? 谁不辛苦啊? 我天天在外面累死累活地赚钱,我不辛苦吗? 你好歹只是在家里照顾孩子,我是在外面第三下四地当牛马。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已经多久没有逛过街了。 我多少次把满调的购物车扇了又扇,根本舍不得花钱。 然而,一线城市的开销之大让人无法想象,就算我一直拼命地节约, 花出去的钱不也是跟流水一样花花地流吗? 成员也知道今年菜价高,也知道物价在涨,生活成本在增加。 但他还会责怪我,那你就别给小孩吃菜啊。 多买点肉不就行了? 天天给他们两个买衣服穿,你就不能去买几身二手衣服吗? 或者在群里问亲戚找几件二手的,都是你太虚荣了, 天天给他们买新衣服,以后把它们浇坏了就老实了。 而类似的瑞士卷事件,也不止一次两次了。 当时生完二胎,我乳腺炎发作,不想自己补乳,他却嫌奶粉贵不愿意买。 你都是个当两个孩子妈的人了,怎么能有偏心? 老大是母乳,老二必须也是。 而他却把我妈给我炖的下奶,用的补汤喝了,那咋了? 你让你妈再炖几碗呗。 我在外面拼死拼活地给你赚钱养你们,你连口汤都不愿意给我喝。 谁家男人做到我这份上也是倒了大霉了,喝口汤都要被叽叽歪歪。 大姐,你别太过分啊。 我还记得去年冬天,哈尔滨旅游很火,成员带着我们也去玩了一圈。 我们都是南方人,没有体验过北方的大澡堂子。 当时我也想去体验一下,他却在查看价格后制止了我,咱两个孩子还小能免票。 我把他们两个带进去,一个人的钱洗三个人,你就别进去了吧。 我不乐意,很失落,为什么呀? 都出来旅游了,还这么斤斤计较做什么? 他却安慰我道,等我们三个走了之后,你把酒店里的空调打得高高的,在里面洗洗布也一样。 你一个月花三百多,真的太贵了,咱又不是什么有钱人。 在这期间,我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眼泪都是不被任何人看见的。 成员所为我的老公,除了一个月上交了百分之六十的工资给家用后,就完全是一副甩手掌柜的样子。 在所有人眼里,只要能把钱给孩子,给老婆用,好像就是天下难求的好男人了。 就连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现在,我不这么觉得了。 正如网友们所说,全职妈妈的劳动是不被人看见的。 因为他们没有创造出实实在在的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是啊,大家说的都没错。 我现在都有点看不起我自己了。 没有尊严不说,就是个免费保姆一般的存在。 如果我有工作,有份能把自己养活的工资,我都不至于因为这二十几块钱的瑞士卷看人脸色。 手机又响了起来,是我妈打来的。 她对着我就是一通披头盖脸,毫不留情的指责更是让我心寒,那瑞士卷到底有多好吃啊。 你就为了这两口吃的,连家都不要了。 你为这点小事要跟成员离婚,传出去让我面子往哪里放? 别人只会说我叫你无方,养了个好吃鬼。 孟凡啊! 人要知足呢,成员比起外面那些男的好多了,至少还知道给孩子买吃的呢。 你要知道,外面很多男的还不如成员好,连孩子都不管的。 说吧,我妈又给我举起了身边人的例子。 你二姑那前夫,跟你姑结婚十五年,一分钱都没给过你姑,也没养过两个孩子,天天抽烟喝酒打麻将的,把那些钱全部给外面的人送去了。 成员好歹不打麻将吧。 是啊,她不打麻将,她养孩子。 所以呢,她就是好男人了吗? 我反问道,你明明是我妈,为什么每次都要站在成员那边呢? 她的声音立刻变得尖锐,我为什么? 我自己没把女儿交好,我愧对人家成员你知道吗? 她来我这告你的状,我简直是脸烧得慌。 我当了一辈子儿媳妇,你爸都没去你外婆面前告过状呢。 你才跟她结婚几年,天天要我这个六十几岁的老妈子调和矛盾。 我妈开始细数我和成员的每次吵架。 翻着旧账,一个劲地说我不懂事。 我爸也在旁边附和着,谁家过日子不是满地鸡毛。 天天把离婚挂嘴上算什么事。 如果全国的人都跟你一样,那所有人都去离婚了。 你怎么不想想别人的婚姻都没有问题,怎么救你的有问题? 有时候还是要多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跟成员好好说话了吗? 努力做一个好老婆了吗? 孩子大了也记事了,你不想他们两个长大之后回忆童年, 全都是你们两个吵架的样子吗? 面对我爸妈的指责,我是真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网上有句话说得特别对,现在很多父母养女儿, 不是给自己培养女儿,而是给女婿家培养合格的儿媳妇。 如果女儿没有让婆嫁满意,娘家人也会帮着婆嫁一起整治女儿。 我的心里有很多话想要问问她们, 为什么当妈的人就必须把自己的嘴捏住,东西全给孩子吃? 那这世上是不是全是饿死的妈妈? 为什么爸爸又不用这样? 我妈的声音还在源源不断地传来,一字一句都是帮着成员说话,帮着她把我训话,把我驯服成一个成员满意的合格老婆。 每次成员和我闹矛盾的时候,她总是会帮着成员说话。 无论对错都要我去忍,现在她还拿着那套说辞,一个劲地指责着我,女人这辈子在外面再成功,有什么用? 回家了还不是看着自己男人脸色过日子。 所以说啊,婚姻里面女人得学会低头,学会让男人对自己满意,人家成员毕竟是在外面赚钱给你花的呀。 你以为她是为了别人吗? 不啊,她都是为了这个家好,要不是她在外面好好上班,你跟孩子能在家躺住啊? 早都因为还不起房贷被赶出去了好吧。 那么多男人还都不如她呢,你光想着比她好的那些,你怎么不想想比她坏的呢? 再说了,谁让你生了孩子之后就不去上班呢? 男人手短这个事你也知道,你去上班不就行了? 看着地址金递给我的律师,我这才发现我哭了。 昨天被成员说的时候,我没有哭。 跟律师讲事情经过的时候,我也没有哭。 但是我爸妈不分青红皂白对我一通指责的时候,我哭了。 这种孤立无缘,无依无靠的日子,让我感觉身心俱疲。 我觉得自己特别地委屈,为什么明明我是受害者,却成了他们口中的贪吃鬼? 不负责任的妈妈,失败的妻子呢? 她略带安抚地看着我,你没事吧? 我摇了摇头,想说没事,话到嘴边又是一阵哽咽,我没生孩子前也是有工作的。 我一个月五千三百多的工资,我要是没结婚的话,这种瑞士卷我也能买得起。 我可以一个人吃八个,我也可以买一盒扔一盒,但这根本就不是一盒瑞士卷的事啊。 为什么他们都不理解我? 为什么呀? 此时此刻,我只觉得自己离婚的决定无比正确,我一定要离婚。 无穷律师听完我的诉求后,欲言又止地看着我,你应该也知道,有了离婚冷静期之后,婚姻挺难理的。 不瞒你说,如果仅仅把这些当作证据,法院真不会判定你感情破裂,也不会同意你们离婚的。 她的话,无异于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一瞬间也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来。 就好像我好不容易下定了的决心,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一样。 她看着我毫无光亮的眼睛,但如果你离婚的决心很强的话,还是可以试试的。 我这才重新燃起了希望,我一定要离婚。 如果我还有五十年的寿命,不离婚,我就得再过五十年这样的日子。 但如果我离婚了,从今天开始为自己而活,我就会有更宽广的可能性。 我不想这辈子都过着毫无希望,一眼能看到头的日子。 换句话说,如果我这辈子都过着这样的日子,那我现在死和我七十岁死有什么区别? 那还不如就现在死了算了,还能少受点罪。 听完我的话,无穷突然笑了,话倒也不能这么说,还是得积极乐观点的。 商量好具体细节后,我回了家。 一开门,就看到了正叫苦连天的我妈。 你还知道回来啊,都是当妈的人了,有点事就一走了之, 要下两个孩子不管,你能稍微有点责任心吗? 你小的时候,我要是这么对你,你早就饿死了。 我扫视了一圈,看到两个孩子正乖乖地在玩具区坐着搭积木。 见我回来,他们立刻放下手里的积木跑过来喊我, 妈妈妈妈妈,你回来了。 我挤出一抹笑来和他们打招呼,然后立刻去换衣服洗手。 他们两个一直都是我带着的,很亲我。 我回来后一直跟前跟后的,围着我叫妈妈。 看到我对孩子的态度,我妈突然轻斥一声,阴阳怪气地说道, 要是离婚了,这两孩子你最多带走一个哦,这哥俩关系可好了。 哪个狠心的妈妈舍得把自己家的娃拆开一边一个? 我求救四地看着她,别在孩子面前说这个。 我妈却笑得得意,满是嘲讽地瞥了我一眼, 怎么,明明是你自己要离的,现在怎么又不好意思说了? 派孩子记恨你啊。 今天是周六,大宝也没去幼儿园,小儿子明年也就能入园了。 我一直想着等到了明年,他们两个都上幼儿园了,我就能出去找个工作了。 好像我在家里所有的苦日子都是因为我没有工作引起的。 但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很多女人全职在家里也有好的日子过,很多女人她有工作,但是也过得不好。 终归还是得看男人有没有良心。 很不巧,我就是遇到了不把我所有的付出看在眼里的人。 甚至于我的父母,他们也觉得我在自作自受,我在活该。 但事实呢? 我的苦,我的泪,只有我自己在默默承受。 我没再看我妈一眼,而是转身把记账软件打开,仔细地查了一下,现在在我手上所有的钱。 老二现在两岁多,其实是有幼儿园托班可以上的。 只是刚开始心疼他是下半年的孩子,也心疼钱,所以不想让他上那么早。 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心疼孩子,没有人心疼我啊。 我必须把他送到托班去,然后找个工作。 好在我们小区的附近的幼儿园老师很好沟通,我说了想让老二入园后,老师立刻让我填了报名表。 两个孩子都上幼儿园了,一个人一个月1500块学费。 加上餐费等其他的,一个人一个月得2100块。 随后,我打开了招聘的软件。 我本科是双一流的王牌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一直在能叫得上名字的大厂工作。 但因为怀孕生子的种种原因,辞了职。 计算机技术更迭很快,我在家里全职的这五年,几乎已经和这个行业脱节了。 我只能重新开始学习。 我知道现在经济环境差,大家都不好找工作。 所以也没想着找到一个多好的工作。 只要能赚钱,我都很高兴。 我正在自救,却听见我妈和成员打电话表公,她已经学乖了,我狠狠地教育她了。 当妈的人始终都是被孩子拴着的,你可别小瞧了这句话,可能你们男的不是很懂这些。 但我知道,这女人啊,一旦当了妈妈,那都是一门心思往孩子身上扑的。 此时再听到这些,我的心已经麻木无感了。 再无知觉,成员对我这一次的乖顺十分满意。 回家的时候,她特意给我带了一盒瑞士卷。 站在我面前择了半天,一直把瑞士卷举在手里,我说得没错吧。 就为了这点事,没必要闹得那么人尽皆知的,还要跟我离婚。 你想吃的话,求求我不就行了。 这么多年我不都养着你,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了? 怎么就在这瑞士卷上这么跟我杠呢? 她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对我指指点点,仿佛赢了什么重大比赛一样得意。 行了,我也就认渣了呀,惯着你这一回,拿着吃去吧。 那和瑞士卷被她丢在了我的面前。 我就像一只摇尾起怜的狗,在等她的施舍一般。 看着她张扬的脸,我什么话也没说。 转头继续找工作去了。 可能是周末的关系吧,发了很多简历,没有一个HR回我。 我甚至给招聘前台,服务员的人士都发去了信息。 那和瑞士卷我没有吃,成员见我一直不肯吃,骂我做做,这会儿又硬气起来了。 你昨晚为了那两块瑞士卷差点,把我吃了,现在又装着不肯吃。 刘孟凡啊,刘孟凡,真有你的。 没有公主命,还一身公主病。 后来,她故意把已经刷完牙准备睡的两个孩子叫到餐桌前,围着我吃光了那和瑞士卷。 在成员的引导下,他们还故意发出巴基嘴的声音,哎呀,真好吃啊。 可惜某人吃不到咯。 大宝想分一块给我食,成员却呵止了它,你妈都说了它不吃,你还非得给它吃。 怎么救你能救你孝顺呢? 被它这么一吼,大宝瞬间委屈了,妈妈说了,好吃的东西得分享。 成员耿着脖子酱,那昨天的时候你怎么不给它分享? 就偏偏非要现在分享,大宝揉着眼睛抽噎道,昨天不是给妈妈剩了两个吗? 我们一家四口,一个人两个,刚好把一盒分完。 他说完,整个家陷入了一片沉寂。 成员的脸突然由红变黑,直接把孩子赶去睡觉,赶紧睡觉去吧。 两个白眼狼,我和成员陷入了冷战。 我再也不给他做饭,他也不搭理我。 在此期间,我也顺利找了一份给小朋友们交编程的工作。 这也得益于我上大学的时候,为了家学分考上的教师资格证书,还有普通话证书。 正是在一家辅导机构里当了老师。 工资不高,底薪四千五百,代课和拉人都有提成,还要见人推销课程的工作。 我也在利用我的闲暇时间,不断地学习着现在的最新技术,做好时刻跳槽的准备。 日子一旦为了钱忙起来,就显得有盼头了些。 成员打算用不上交工资拿捏我,只要我没钱了,就会向他低头。 他知道我在外面找到了工作,却也对此嗤之以鼻,这种卖客的就跟传销一样。 你进去不就是骗人家孩子钱?那么小的小孩学编程有什么用? 长大了还不是要忘掉。 再说了,你能赚几个钱? 你的嘴笨的,还想赚推销的钱,你可别太一想天开了。 我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除了我,没有人有资格定义我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人能点评我的工作。 在我的努力下,我的事业也渐渐地小有起色。 后来机构把参加省中小学生机器人编程大赛的带队名额给了我。 我尽心尽力地带着学生们一起制作出了更具有创新的机器人,荣获桂冠。 取得大赛一等奖后,我们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 我不止一次地受邀去到各个中小学里去,为孩子们进行编程启蒙的传授。 前来学习的孩子越来越多,我的工资也水涨船高,比起原来的四千五百好了不知多少。 第一次月入过万的时候,我给自己买了一盒瑞士卷。 付完钱后,便随便找了个长椅坐着开始吃。 我突然发现这一盒瑞士卷出奇的甜,甜到发腻发酷。 但我记忆里,那碗的瑞士卷却是咸的。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眼泪拌饭啊。 幸好我以后都不用再吃了。 当成员知道了我的收入后,罕见地沉默了。 他一直是个话多的人,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对我的说教上。 现在却突然不说话,还让我有点意外。 但我很累,根本就没有时间管他。 谁料,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备课笔记本上全是蜡笔画的涂鸦。 有惊无险地上完课程后,我正思索着回去怎么收拾我那两个好儿子呢。 我突然接到了孩子幼儿园老师打来的电话,成一尘妈妈吗? 一尘发烧了。 赶到医院的时候,看着他躺在病床上输液,满脸病容的样子,我的心猛地揪起。 老大五岁多了,我照顾得仔细,平时感冒发烧的情况很少。 医生说他现在已经烧成肺炎了,急得我团团转。 看着他可怜兮兮地躺在病床上,用红红的眼睛小心翼翼地大亮着我时,我的鼻子一酸,差点掉下眼泪来。 对不起晨晨,是妈妈不好,这两天没有注意到你不舒服,说着,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忙着工作,对孩子的关心确实少了很多。 感冒到肺炎肯定是有过程,不可能那么快就成肺炎。 如果我能早两天发现他不舒服的状况就好了,他也不用受这么大的罪。 看到我的眼泪后,乘一辰突然哭了,对不起妈妈,这是假的,你别哭了。 什么是假的? 我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 直到他继续解释,病是假的,晨晨本来没有生病的,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看着他的眼神中不免有些灵力,咬牙切齿地问道,是爸爸吗? 程一辰带着哭腔点了点头,对不起妈妈,是爸爸说的,你一直在外面上班,不管家里,等你有钱了,你就不会再要我弟弟了。 妈妈,我和弟弟会乖的,求求你别把我们丢下好不好。 程一辰哭得一抽一抽的,他抓着我的手,要求我道,爸爸说了,你是因为瑞士卷才想跟爸爸离婚的。 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了赚好多好多的钱,全部给你买瑞士卷好不好。 你别走,别离开我们。 成员的所作所为真的让我很寒心,我之前已经说过无数次了,不要在孩子面前说这些事情。 可我没想到他还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一遍又一遍地向孩子传输错误的观念。 想要借用孩子向我施压,这招真恶心。 我抱着一尘,好不容易把他哄得不哭,确定他的情绪已经正常之后,我偷偷打开手机,向阴询问道, 程一辰,你能告诉妈妈,你是怎么样感染到肺炎的吗? 爸爸给我了一个口罩,让我戴着口罩睡一晚,第二天我就这样了。 我听着这话,差点气了个半死,怎么会有人这么歹毒? 让自己亲生儿子戴着肺炎病人戴过的口罩睡一晚,就为了让孩子生病,折磨自己的妻子呢? 虎毒尚且不食子,他怎么能做得如此狠心? 且不说儿童肺炎很容易引起其他症状,就算是普通肺炎,也会让孩子不舒服很久。 成员这招真的太狠毒了。 我请了三天假,孩子病愈后,我把离婚协议书递给了成员,签字吧。 为什么呀? 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又提着茶? 你是真离婚上瘾了是吗? 非要把自己一婚变二婚,看着他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样子,我气不打一处来。 成一尘的事,是你搞的鬼吧? 他看着我,眼神从不解变为愤懑,你整天在外面忙工作,对两个孩子不管不顾,孩子生病了,你还怪上我了。 我把那段录像放出来给他看,你到底是什么心思,你自己心里清楚。 时至今日,我已经再也不想粉饰太平了。 我本来就是想着等到自己能够经济独立养活得起自己跟孩子之后,去跟他提离婚。 到时候,我就能有把两个孩子都带走的资本。 现在,我已经稳定和一家机构,三个小学签订了授课协议,我不缺钱了。 我更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被他这种恶心的父亲利用,今天是肺炎,明天呢? 此时此刻的我只想摊牌,只想跟他离婚,以前的时候我没有工作,你就用工作来压我。 现在我有工作了,能养得起自己了,你又用孩子来压我,如果没有孩子呢? 你是准备用你男人的身份来压我吗? 成员,你瞧不起我就是瞧不起你自己,你知道吗? 曾经的我就是你的镜子,你窝囊,所以我也窝囊,你没钱,所以我也穷,你不被人尊敬,我也不被人看好。 他的脸色变得煞白,看着我有些不知所措,你乱说什么? 我看着他惊慌失措的样子,继续说道,难道不是吗? 之前我全职的时候,不就是你的翻版吗? 依附你而存在,就得被迫像你,像你一样,受着别人的窝囊气,像你一样,自怨自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结于家庭成员的不努力。 说到这里,我突然笑了笑,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在鄙视我,没有工作,在家里当全职主妇的时候,我有没有偷偷埋怨过你没本事赚不到钱呢? 感情都是相互的,谁都不容易,你就是太自私了,不舍得自己受伤害,就把一切的原因都归咎在我没工作上。 对了,现在我有工作了,我赚的钱还比你多,你觉得你的处境有变化吗? 有比之前变好吗?人不行还怪路不平呢,拉不下时还嫌地球引力不够强,有时候多找找自己的原因吧。 后来,成员终究是同意了离婚,和他挨完离婚冷静期领到离婚证的那天,我觉得无比的畅快。 我的世界,终于重归晴朗了。 我怀孕了,老公却要去照顾他青梅竹马的前女友做手术,还照顾到了床上。 我拿掉孩子,并为他精心准备了三份礼物。 后来,他噩梦缠身,不得挣脱。 我笑了,叶迁,你活该。 叶迁举起酒杯,深情地看着我,陆慈,纪念日快乐。 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杯,却没喝,叶迁,我今天就不喝酒了,因为我,话没说完,就被叶迁的手机铃声打断。 叶迁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犹豫了一下,直接挂断,然后点开手机,回了几个字过去。 陆慈,你要说什么?我也瞄到了来电显示,是梦雪。 心头堵得有点不舒服,我摇摇头,想等心情好了,再正式告诉叶迁我怀孕的好消息。 叶迁笑了,还保密啊。 电话铃声又切而不舍响了起来,叶迁为难地看了我一眼,接了起来。 脸上的表情瞬间变为担忧。 她惊慌失措地站起来,不小心把刀叉带到了地上,发出刺耳的声音。 外放不慎被她按道,梦雪娇弱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对不起啊,小千,打扰到你和陆慈过纪念日了,但我实在太难受了,陆慈,梦雪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 她一个人刚来这边没人照顾,我得赶紧去看看。 她表情坦坦荡荡,理由合情合理。 梦雪是她的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两家人关系非常好。 还没等我有所反应,叶迁立马抓起车钥匙跑了出去。 来不及了陆慈,下次我再好好补偿你。 留下我一个人在满视情侣的西餐厅,面对着周围人探究八卦的目光,食不知味。 晚上十点,我回到家中,叶迁还没有回来。 我打开手机,里面空空荡荡,叶迁没有给我发来一条信息,更没有打电话。 点开朋友圈,几秒前,梦雪更新了动态。 一张医院走廊的照片,里面有个男人正在排着队的高大背影。 配文是,感觉又像回到了那时候,只要我需要你,你都会抛下一切赶来。 我盯着手机屏幕发起了呆。 梦雪不仅是叶迁的青梅竹马,两人在高中时还有过一段恋爱。 而当时我只是叶迁的暗恋者。 后来我和叶迁考上了同一所大学,梦雪成绩不好,两人只能谈起了异地恋。 大一的时候,我和叶迁只是在同一个社团,偶有交集的关系。 大二那年,社团聚餐,叶迁脸上在笑,却一直不停灌自己酒。 结束的时候,叶迁突然跟我表白了。 他说,周露慈,你是不是暗恋我? 那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我当时太过喜悦,甚至忽略了叶迁突然的表白有多不合理。 跟叶迁谈恋爱后,我也被他深深感动过。 那时候,我在做家教兼职,却遇到了男性家长的骚扰。 大脑一片空白逃了出来,回过神后,崩溃大哭。 我颤抖着手给叶迁打电话。 他听完后,安慰我找个人多的地方先待着,然后很快就赶了过来。 他先是买了杯热可可安抚我的情绪,然后带我去报了警。 我们走出警局后,叶迁却脸红得异常。 我才知道,当时叶迁发着烧在医院打掉针。 接到我的电话后,他直接拔了针头赶过来的。 我当时又是感动,又是内疚,而叶迁笑着摸了摸我的头, 你是我女朋友啊,你需要我。 不管什么情况,我肯定都会赶过来。 可现在,我却成了那被抛下的一切。 这条底下,没有我们高中时期共同好友的评论点赞。 很显然,孟雪的朋友圈,是仅我可见的。 凌晨五点,叶迁回了家。 看到我坐在沙发上,他脸上有一丝不自然, 陆瓷,你没睡觉吗? 我摇摇头,睡不着。 叶迁走过来,在我面前蹲下,握住我的手, 手怎么这么凉,也不多穿点。 我反问道,孟雪怎么样了? 叶迁皱起了眉,眼中有一丝担忧,还不清楚, 今天还要拍个片子检查一下。 我说,我下班后,也过去看看她吧。 叶迁愣了一下,点点头,又补救班解释, 录词,不要多想,我现在只拿她当妹妹。 等我下班赶到医院的时候,正好看到孟雪在跟叶迁撒着娇。 小千,你明知道,我最讨厌吃苹果了。 不吃,我不要吃叶迁,坚持把削了皮,还细心切成小块, 插着牙签的苹果,递到她嘴边。 你从小就不爱吃蔬菜水果,抵抗力太弱了,才会生病, 现在必须多补充点维生素。 孟雪虽然嘴上撒娇说不要,还是张开了嘴。 哎,真羡慕你现在的女朋友,要不是这次病了, 我可太久没享受过你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了。 叶迁不知道是想到了我,还是回忆起了他俩以前的那段甜蜜时光, 轻笑了一下,那个笑瞬间刺痛了我的心。 我转身就想走,孟雪却眼间看到了我。 陆瓷,好久不见,我们刚还在聊你呢,快进来快进来。 我将在门口,孟雪称怪地看向叶迁,愣着干嘛,还不快去给陆瓷也切点水果。 叶迁快不走过来,忙完了。 我开了车,等会我们一起回家。 我仰头看着他,他表情坦荡,似乎刚才和孟雪的亲密未识。 在他看来,完全不算出格地举动我伸手拨开叶迁走了进去,对孟雪说, 我记得你好像有个朋友叫张纯的也在这边吧,叶迁好歹是个男的, 有些时候可能不太方便,不如你把他喊上,照顾你也方便些。 孟雪脸上闪过一丝心虚,又很快遮掩过去, 不好意思啊,陆瓷,因为叶迁从小就照顾我,我只是习惯了。 我跟张纯早就不联络了,现在这边认识的人就只有, 叶迁皱着眉打断了他的话,好了,你好好休息。 又看向我,陆瓷,孟雪现在是病人,不要这么冲。 他俩举止这么暧昧,倒成我的错了。 我眼眶酸涩,怀孕之后,也许是激素变化, 我最近特别容易多愁善感。 但此时此刻,我不愿意示弱。 我的指甲深深陷入掌心,勾起一个冷笑,死绿茶装什么, 还有你,叶迁,这么心疼前女友,你俩干脆复合算了,分手。 叶迁从跟我谈恋爱,到订婚, 这是第一次用这种责备的语气跟我说话。 所以我完全接受不了。 这几年,不论发生什么,她都站在我这边。 在叶迁的妈妈单独把我约到咖啡厅, 开门见山对我说路词你是个好姑娘, 可我们想要一个家庭健全温馨的儿媳妇, 你们俩不太适合的时候。 她也会突然出现,一言不发拉着我的手离开。 不管别人说什么,我这辈子认定你周禄慈一个人。 不知道事后她跟父母说了什么, 对方第二次见到我,态度缓和了许多。 而跟叶迁在一起这么久后,我的性格也越来越刚, 否则刚刚我可能只会默默转身离开。 可我不明白,明明当初洁身自好, 不论如何都不会让我受一丝委屈的叶迁, 是突然把控不好和异性的分寸感了吗? 还是说,只是孟雪,对她来说是特殊的。 听到我说分手,叶迁立马慌了。 她追上来拉住我的手不让我走,漏词。 我没其他意思的,不许随便说分手。 孟雪看了她一眼,又看向我, 陆词,让你误会了是我不对, 我会和小千保持距离的, 你们可千万别因为我闹矛盾。 孟雪说完后,立马从床上下来, 把病房门一关,扬声喊道, 还不赶快哄你女朋友, 你以前也没这么直男啊。 我简直要被气笑了。 每一句看似都在劝, 却一口一个小千喊得亲密, 还要暗示她和叶迁曾经有过的甜蜜过往。 回去的路上, 叶迁反而露出一副受伤的样子, 你说分手两个字, 我心脏都快停了。 我跟孟雪真的没什么, 她做完手术我立马不管她了。 我突然觉得, 我就算跟叶迁说个一小时, 论证孟雪其实是个绿茶, 也没用。 之前我没发觉叶迁还有这种时候, 可能是因为我跟她恋爱后, 孟雪没出现过。 所以我从来不知道, 只要遇到孟雪, 她就会变成这样。 我坐在副驾驶上放空自己, 任由叶迁在旁边解释道歉, 也提不起敬礼她。 叶迁却急了, 语气有些冲, 能不能别闹了漏词? 你跟个病人叫什么劲? 我不是说了她做完手术我就不管她了, 是不是要我现在不管她死活你才满意? 我刚想开口, 突然前方窜出来一只野狗, 叶迁猛地急刹车。 我随着惯性向前一倾, 心脏突然抽紧了一瞬, 顿时脸色惨白, 一阵恶心反胃感涌了上来。 我手忙脚乱按下车窗, 伸头出去挖的一声吐了出来。 叶迁忙凑过来, 轻拍我的背, 又是地纸巾, 又是地水, 鹿子你没事吧? 胃不舒服。 我抹了一把阴呕吐 产生的生理性泪水, 有些想笑。 孟雪是病人, 那我还是孕妇呢? 孟雪不管是什么病, 也不是叶迁造成的, 而我是叶迁的未婚妻, 她是孩子的父亲。 她最应该照顾, 最应该在意的, 难道不是我吗? 应该是晚上吃坏肚子了。 此时已经快到家了, 叶迁先陪我上了楼, 让我在沙发上休息, 她去药箱里 拿来了我常吃的喂药。 看着我吃下药后, 叶迁起身去了厨房。 我立马装作上厕所, 把压在舌根下的药片 吐了出来, 扔到了马桶里冲掉。 叶迁去厨房后没多久, 里面飘出了一阵阵勾人的香味。 是她最拿手的砂锅粥。 因为各种原因, 我一直胃不好, 叶迁以前并不怎么会做饭, 跟我在一起后, 她就自学了各种养胃的饭菜, 家中也常备相关药物。 其中做的最多的, 就是砂锅粥。 可是我心中还没升起几分柔情, 就听到她刻意关上了厨房门。 压低声音接起了电话。 我不用脑子想, 都能猜到是梦雪打来的。 虽然声音模糊, 可我还是听到了 胃腾走不开等字眼。 没过一会, 叶迁推开门, 端着粥走出来, 温柔地交代我慢慢吃。 然后看着我说, 陆瓷, 公司一个合同出了点问题, 我得现在过去处理。 我看向她右手提着的保温盒, 我带点粥去公司, 就当加班的夜宵了。 白赤灯的灯光很明亮, 叶迁脸上的表情一览无疑, 依旧坦坦荡荡。 我慢慢笑了起来, 好啊, 别加班太晚了, 早点回来休息。 叶迁弯下眉眼, 像往常一样摸摸我的头, 被我一片头躲开了。 她一愣, 我勉强自己挤出个笑容, 还不赶紧去忙你的, 早点回家。 叶迁走后, 我看着手机上共享的定位, 慢慢到了孟雪所在的医院。 很快, 孟雪的朋友圈很快又更新了。 爱心粥, 真的很美味, 我看完后去了厨房, 把剩下的粥全倒进了垃圾桶。 刚才那一刻, 我其实很想告诉叶迁, 我怀孕了。 可不管我怀孕与否, 瞒着身体不适的未婚妻, 大半夜跑去探视前女友, 这是一个男人该做的吗? 我的心慢慢凉了下来。 不管我和叶迁 以前拥有再多美好温暖的回忆, 我也必须承认, 她好像变了。 孟雪所在的医院, 是本市最好的三甲医院。 我也是在那里检查出怀孕的, 所以后续产检也都约在了那里。 这段时间是不是情绪波动比较大呀? 你看这个HCG, 竖直这里, 妇产科医生耐心给我解释着, 要我一定要保持心情愉快, 否则对她而不好。 我从妇产科出来后, 慢慢走着。 医院大, 周末人流量又大, 可我偏偏在人群中 准确地看到了叶迁和孟雪。 叶迁小心翼翼扶着 看起来什么事都没有的孟雪, 而她笑着跟她说着什么。 她俩凑得极近, 我甚至看到叶迁的耳垂有点红了。 叶迁害羞的时候不会脸红, 反而耳垂会红。 这是我跟她谈恋爱期间发现的。 我听到旁边的女生 对她男朋友感叹道, 快看那两个人, 真扬眼啊, 帅哥配美女。 我就这样看着他俩, 直到他俩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 狭路相逢。 叶迁看到我, 笑意将在了唇角, 她像甩掉什么烫手山芋一样 突然放开孟雪。 今天是孟雪跟医生沟通 手术方案的日子, 她说心里有点慌, 所以我, 不用解释。 我微笑着看着她, 可叶迁更加手足无措了, 她又像是想起来什么, 焦急地问我, 你怎么来医院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胃病又犯了? 做过检查没有? 一连串询问又快又急, 旁边那对情侣怪异的目光 在我们仨身上来回转了几圈, 又看向孟雪,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姐姐, 这是你男朋友吗? 那女生是有点嫉恶如仇在身上的, 不管旁边男朋友让她不要掺和, 还是故意大声问了出来。 我点点头, 这是我未婚夫。 啊? 什么? 那女生反应极其夸张, 我刚刚还在跟男朋友羡慕, 觉得你未婚夫和那位小姐姐之间好甜呢? 原来, 她又捂住嘴, 像是突然反应过来, 哎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没有说你们是渣男小三的意思, 我就是嘴太笨了, 哥哥不会怪我吧? 这位姐姐, 你也不会介意吧? 好几个人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 看了过来, 叶千脸都黑了, 孟雪咬着嘴唇, 僵在原地, 表情有些不自然。 也对, 隐秘的心思, 骤然被放大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但凡还知道典礼一廉耻, 都不可能若无其事。 孟雪小声喊她名字, 小千, 我有点不舒服, 她脸色惨白, 额头还有些冷汗, 看上去不像是装的。 而这一次, 叶千没有二话不说, 就上去照顾她, 而是看着我。 我保持微笑, 叶小姐, 要不我们帮你请个护工吧? 孟雪眼圈立马又红了。 她看向叶千, 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冥冥在哭, 还故意露出一个故作坚强的微笑。 今天没什么要弄的了, 我先回去休息了, 你快陪陆茨回家吧。 等我做完手术, 你可千万别来找我了, 不然陆茨又误会。 她转过身, 单薄的背影慢慢消失在人群中, 叶千盯着她远去的方向, 没有追过去, 只是把我的手握得越来越紧, 甚至有点疼。 晚上, 叶千做了一大桌子美味的菜肴。 陆茨, 等孟雪做完手术, 我再也不会跟她单独见面。 叶千, 你忘不了她, 对吗? 叶千沉默了半晌, 对我信誓旦旦道, 陆茨, 你是我未来的妻子, 我爱的只有你一个人。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叶千, 说谎的人, 要吞一千根针。 晚上, 叶千睡着后, 她的手机又亮了起来, 估计是最近又要上班, 又要照顾孟雪。 太累了。 我悄悄把手机拿过来, 她也没有察觉。 我输入我的生日, 点开信息, 映入眼帘, 就是孟雪发来的消息。 她说, 小千, 你知道今天在医院大厅, 我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 如果当初大二开学那天, 我们没有分手, 那么现在, 你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照顾我, 我也不会像个不知廉耻的第三者一样。 站在这里, 被别人用笔疑的眼神看着。 我愣住了, 叶千就是在大二开学第二天的社团聚餐, 跟我表白的。 我如坠冰枯。 虽然早就知道, 叶千是因为跟孟雪分手了, 才跟我在一起的。 可我没想到, 其中的时间间隔, 居然如此之短。 还是说, 当初叶千跟我在一起, 只是为了气他。 我看着手机屏幕, 心一寸寸凉了下来。 悄悄把消息设置回未读状态, 我睁着眼到了天亮。 第二天早上, 叶千睡醒, 勾起唇角, 在我脸颊亲了一口, 露词, 早安。 我还是没忍住恶心, 肝呕了一声。 叶千脸色变了。 他刚想开口, 我皱着没说道, 我有点不舒服, 你能不能送我去医院? 我让叶千带我去了另一家医院。 七周年纪念日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孩子的父亲终于得知了 这个已经过期的好消息。 我冷眼看着他欣喜若狂, 露词, 我太高兴了。 你知道的, 我一直都很喜欢孩子, 很想我们的家再多出一个新生命, 我知道。 叶千曾经有个小妹妹, 叶千十分宠爱她, 但她身体不好, 还没学会说话就夭折了。 当时叶千劝她妈妈接受我的时候, 提到了她, 如果浅浅能活着, 现在应该跟露词差不多大吧。 妈, 你已经失去了妹妹, 为什么要对另一个失去父母的女孩子这样? 所以后来, 叶千妈妈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医生对叶千说, 孕妇要好好养胎, 你是孩子的父亲, 平时一定要照顾好她。 叶千忙不迭点头, 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 她顿了一下, 摁掉了。 我故作大度, 是孟雪吗? 怎么不接, 万一她有什么事呢? 叶千笑了, 等会再说, 现在什么都没你跟宝宝重要。 我不觉得感动, 只觉得可笑。 没有宝宝的话, 相恋七年的未婚妻, 就没有前女友重要了, 是吗? 叶千当着我的面告诉孟雪, 以后会派个女助理去照顾她。 她得知我怀孕的消息, 脸上柔弱的表情, 差点没维持住。 订好的手术日子快要来临, 叶千出去找医生的时候, 孟雪终于不再跟我维持表面的和平, 拿孩子绑住男人, 这么低级的手段你也使得出来。 我无视她的冷嘲热讽, 摸着肚子笑了, 比不上孟小姐, 非要缠着别人未婚夫来得下见。 孟雪也笑了, 我和叶千青梅竹马, 还是初恋, 周璐慈, 我告诉你, 我在叶千心里的位置, 没有人能够越过去。 哦, 那我拭目以待。 我并不在意孟雪怎么放狠话, 也没有跟她搞辞尽的兴趣。 孤儿出身的我, 比任何人都渴望家庭的温暖, 所以现在, 我只想让孩子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只要叶千还守着底线, 我都可以为了孩子勉强原谅她。 至于叶千, 我不再信任她了。 孟雪手术那天, 叶千在三犹豫之下, 还是向我请求道, 陆慈, 你相信我, 这个手术真的有点危险, 就算是作为这么多年的朋友, 我也有点放心不下来, 我看着她, 你可以去, 只要记住自己曾经说过什么话就好。 叶千紧紧把我抱进怀中, 陆慈, 我只属于你, 我们还有宝宝, 一定会幸福的。 陆慈, 孟雪手术很顺利, 后面我让助理继续照顾她就好。 今晚想吃什么? 出去吃, 还是我给你做。 我打开朋友圈, 叶千发了条动态, 庆祝孟雪手术成功。 我还没回复, 邮箱提示音又响了起来。 是陌生人的邮件, 里面只有一条录音, 和正文的一行字。 周小姐, 这是你要的东西, 我盯着邮件看了几秒, 点开了录音。 是孟雪的声音。 小千, 过几天就要手术了, 我有点害怕。 然后我就听到熟悉的声音, 答道, 不用怕, 就是个小手术, 我会来陪你的。 无声的几秒后, 孟雪继续道, 小千, 我们之间是不是再也没有可能, 叶迁沉默了半场, 嗓音沙哑, 是你先不要我的, 而且, 陆瓷有我的孩子了, 我要对他负责。 负责, 只是责任, 所以你其实心里对我还有感觉。 孟雪继续追问, 叶迁揉着眉心, 不重要了, 孟雪, 等你做完手术, 我们也不要再见面了。 可是我不想, 孟雪的声音突然激动了起来, 叶迁, 你真是个懦夫, 你到底敢不敢承认, 接下来, 录音里传来了暧昧又隐秘的声响。 我听见了孟雪娇声, 向叶迁说着不堪入耳的话, 而叶迁似乎把他还有未婚妻的事抛诸脑后。 他只是关心了一下, 孟雪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 然后便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听完后, 我给对方的账号打过去一笔钱, 静静在黑暗的办公室坐了很久。 然后, 我点开了医院的公众号, 预约了明天的号。 第二天, 叶迁送我去公司后, 我又转身打车去了医院。 冰凉的器械探进身体里, 那一刻, 我的大脑居然出奇地冷静, 只是心像破了一个大洞, 传来了细密的顿痛。 这种痛, 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承受啊? 凭什么呀? 我又做错了什么? 轻工手术结束后, 我的手还忍不住 一直习惯性妈撒着小腹。 那个不久前还待在这里的小家伙, 已经不见了。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 医生, 先不通知家属, 我未婚夫一直很期待这个孩子。 我想过段时间再告诉他。 我发消息给叶迁说, 我要临时紧急出差几天。 没过一会, 叶迁直接回拨了电话, 叙叙叨叨询问交代了半天。 我找了个酒店修养身体, 这期间叶迁像每一个越轨后心虚的男人一样, 对我加倍嘘寒问暖。 十天后, 我回到家中, 叶迁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孕妇食谱, 甚至环抱了个营养师的班。 别人我不放心, 你和孩子肯定要我亲手照顾。 他每天对着我的肚子讲故事, 播放音乐, 说这是他在网上学到的胎教方法。 我看着眼前这个任谁听了都要夸一句好爸爸好丈夫的男人, 突然想起, 那天闺蜜给我转发的一条男人出轨的新闻, 里面有一条热评, 男人不是突然烂掉的。 他可以为我煮砂锅粥为我学做菜, 也可以无微不至地照顾前女友。 他可以向我毫无保留倾诉爱意, 也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跟孟雪接吻。 他上一秒还在为了新生命的到来喜极而泣, 下一秒就可以和前女友滚到床上。 那一刻, 他甚至把他有未婚妻、 有未出世的孩子全部抛出脑后, 唯一在意的, 只是会不会伤到前女友的身体。 我看着专心读胎教故事的叶迁, 这个男人, 眉眼如初。 皮囊之下, 是令人厌恶的, 腐烂的淤迷。 看到叶迁浑身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我也忍不住勾起唇角。 幸福吧, 叶迁。 你现在越幸福, 等期待落空之后, 你又会露出什么表情呢? 孟雪出院了, 邀请我和叶迁去做客, 顺便感谢我们这段时间对她的照顾。 我微笑着靠在她的怀里, 柔声道, 要不把张纯喊上吧, 孟雪在这边也没什么朋友。 人多热闹谢。 叶迁摸了摸鼻子, 她估计也不想只有我们三个单独相处, 立马打电话给了张纯。 不知道那边说了什么, 叶迁的脸上阴云密布。 我装作没看到, 继续笑着问她, 去孟雪家买什么礼物。 叶迁屡次欲言又止, 但最终也没说出口。 约定好的日子那天, 还是黑着脸跟我到了孟雪家。 一顿三个人都各自心怀鬼胎的饭吃完后, 我提出有事要去公司, 拒绝了叶迁送我过去的要求。 毕竟我可是很贴心, 给他俩制造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 离开后, 我打开了偷偷放在叶迁身上的微型录音器。 叶迁的声音透着寒意, 我们上次不是就已经说清楚了吗? 小迁, 我放不下你, 你不爱周禄慈的, 你爱的是我不是吗? 叶迁冷笑一声, 我到现在才发现你原来这么会装。 我告诉你孟雪, 我爱陆瓷。 之前确实是我做得不好, 让陆瓷伤心难过了。 而且, 孟雪, 我已经知道当初你为什么跟我分手了。 来的路上, 我打电话给了张纯, 想邀请他一起来做客, 给你个惊喜, 毕竟曾经你们是最好的朋友。 这话一出, 我都能想象到孟雪一瞬间苍白的脸色。 你知道张纯听我说完后, 是什么反应吗? 他对我破口大骂, 说你让我去照顾当初抢我男朋友的小三,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孟雪拼命祈求叶迁, 不要再继续说下去。 可到底是叶迁发现真相后的怒火, 战胜了对孟雪的怜惜。 孟雪, 张纯说他男朋友被你抢走的时间, 可是在你跟我提分手之前啊。 也对, 当时我就是个穷学生, 确实比不上富二代, 那么现在, 为什么又回来找我呢? 因为那个男人破产了, 而我现在有钱了, 就算没能挑拨我和陆瓷的关系, 也能从我身上捞一笔。 不要再说了, 叶迁。 孟雪终于崩溃了, 颤抖着说, 我不是为了你的钱, 我只是还爱着你回答他的, 只有叶迁的又一声冷笑。 孟雪, 到现在才发现, 你不过是个歹毒败金的捞女, 是我的不对, 叶迁声音愈发温柔, 而且, 陆瓷已经有我的孩子了, 我们很快会结婚, 迎来新生命, 我们会很幸福, 所以孟雪, 你如果再继续纠缠, 你不会想知道后果的。 既然是过去时, 就让他留在过去。 晚上睡觉时, 叶迁紧紧从背后抱住我。 陆瓷, 有你真好, 等到孩子出生, 我们就是最幸福的一家三口。 我背对着他, 露出了漠然的笑意。 孟雪和张纯的事, 也是我这几天才查出来的。 叶迁啊叶迁, 这是我送你的第一份礼物, 喜欢吗? 叶迁像许多即将成为奶爸的男人一样, 开始搜索各种怀孕养娃注意事项。 提前购买了一堆婴儿用品, 还全都是女孩子用的。 这么期待女儿, 万一是男孩呢? 叶迁大笑, 是男孩的话, 就得麻烦老婆大人再给我生个女儿了。 我冷眼看着叶迁每天兴致勃勃, 花费大量时间去准备新生儿的东西。 冷眼看着, 她对这个孩子的到来越来越期待。 流产一个月后, 我告诉叶迁, 明天得再去医院产检。 叶迁忙伺候我躺下, 那陆瓷可得早点睡觉, 睡饱了才好做检查。 没一会, 叶迁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我感觉到她原本放松的身体突然僵硬了一瞬。 紧张兮兮喊我, 陆瓷, 你最近没收到什么骚扰邮件吧? 我洋装困惑, 什么骚扰邮件? 我看一下邮箱有没, 别看。 叶迁突然立声打断我, 然后才反应过来, 找了个借口, 蓝光有辐射, 对你和宝宝不好。 我来帮你检查下吧, 最近邮件诈骗还挺多的。 我听话地把手机递了过去, 任凭叶迁操作了一番。 我装作已经睡去, 然后听见她轻手轻脚出去的声音。 关门声响起后, 我睁开眼睛, 眼中一片漠然。 再打开手机, 果然我用小号发给自己的那封邮件, 不见了。 去产检的路上, 叶迁都在边开车边哼着歌, 仿佛重获新生。 她点开一个电台, 是她之前特意搜的。 里面是温柔和缓的女生, 在宣传讲解, 照顾孕妇的知识。 叶迁就这样, 一边听着电台, 一边开着车。 突然, 温柔女生停止了。 叶迁疑惑地说了句, 怎么回事? 刚想检查一番, 熟悉的声音响起。 叶迁愣了两秒, 手忙脚乱就想把电台关掉, 却怎么也关不掉。 她停下车, 转头看向我, 眼里全是恐慌与哀求, 录词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我听着那熟悉的对话, 熟悉的隐秘声响, 贡献出了我此生最大的演技。 哭泣, 痛呼, 鲜血。 早就准备好的闺蜜, 带着人强行把我从叶迁车上接走, 留给她的只有我哭泣的苍白的脸, 和白色裙子阴出的血迹。 一片混乱之中, 叶迁得到了我送她的第二个礼物。 我躺在酒店的床上, 叶迁不断给我打电话, 我不接就一直发消息。 陆词, 你在哪里? 求你让我见你一面。 陆词, 孩子还好吗? 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好不好。 叶迁的号码被我拉黑了, 她换着号打给我, 可我已经换完了所有的联系方式。 公司关系好的同事发来信息, 尹会询问我感情是不是出问题了。 她说叶迁跑来公司, 像疯了一样, 疯狂询问着有没有人能联系上我。 等她找到我的时候, 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 叶迁的目光贪婪地在我脸上群寻, 又往下看去, 停在我平坦的小腹上。 然后我就看到她的脸上的笑意一寸寸裂开。 陆词, 孩子呢, 孩子啊, 流产了呀。 我的语气轻描淡写, 就像在谈论天气一般。 叶迁的身体摇摇欲坠, 几乎站不稳。 我凉凉一笑, 看着她, 叶迁, 需要我提醒你做过什么事吗? 叶迁看上去很可怜, 可我并不会可怜她。 我只是我指示, 你只是既想要家庭的温暖, 又想要白月光的温柔。 你和你的初恋, 你的白月光, 颠乱捣缝的时候, 有没想过你, 还有未婚妻, 你还有孩子? 不过我最恨的可不是她, 毕竟你不愿意, 她也不能逼你。 叶迁, 是你, 亲手杀了你的孩子。 叶迁张着嘴, 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过了一会, 她捂着脸, 眼泪大颗大颗砸了下来, 无声污咽着。 我毫无留恋, 转身离开。 如果说我们三个人中, 我做错了什么事, 那就只有在一开始发现不对劲时, 没有果断抽身离开, 任由叶迁一次又一次伤害我。 对不起, 宝宝, 都是妈妈的错。 可是妈妈, 不想你身上流着这么不堪的血液。 如果你还愿意做妈妈的孩子, 一定要到我的梦里来告诉我, 好吗? 没过多久, 叶迁又出现在了我面前。 她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 眼眶凹陷, 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陆茨,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还会有孩子的, 让我好好补偿你们, 好吗? 我居高临下看着她, 叶迁跪在地上, 抬着头紧盯着我, 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审判, 我却笑了, 可以啊, 不过你要先做一件事。 叶迁喜不自胜, 忙不迭点头, 陆茨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我带她去了医院, 妇产科正好最近在科普一些怀孕之时, 现场模拟终止妊娠手术。 我紧紧握着叶迁的手, 陪她看了一遍, 我那一天经历的事。 各种型号的小铁棍, 一根一根探进去。 随着医生一步步掩饰步骤, 我明显感到叶迁的手冰得几乎不像活人。 可我不准备就这么放过她, 我凑到她耳边轻声道, 是你亲手, 让你的宝宝经历了这些哦。 叶迁, 我好痛啊, 宝宝肯定也很痛吧。 说不定, 那是个女孩子啊。 叶迁双目无神, 整个人的灵魂都像被抽空了。 我向叶迁爸妈提出了退婚的要求, 叶迁妈妈直接来到了A市, 把我约了出来。 她苦口婆心劝我原谅叶迁, 我只说了两句话。 失去孩子的痛, 阿姨已经经历了二十年了, 应该比我更了解吧。 如果浅浅是被人害死的, 你会原谅凶手吗? 叶迁妈妈的嘴唇捏如了几下, 我笑着看她, 眼中全是恨意。 我不会原谅叶迁, 绝不。 话音刚落, 茶室的屏风后面走出来一个人。 是叶迁, 她对着我又哭又笑, 录词, 你不原谅我, 我也原谅不了自己, 那天以后, 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梦到宝宝浑身全是血, 在对着我哭。 我和叶迁共同的朋友打电话来劝我, 说叶迁精神状况很差, 每天大把大把吃药, 不敢睡觉, 因为只要做梦, 就会看到血淋淋的婴儿。 我不厌其扰, 光是失眠做噩梦怎么够, 是时候, 送给叶迁最后一个礼物了。 我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张纯同学, 要见一面吗? 哼, 狗改不了吃食, 这么多年, 过去了它, 还是这么见。 咖啡厅内, 听到这段时间, 我们三人身上发生的事, 一身富婆打扮的张纯, 一脸不屑。 当年孟雪, 为了张纯的富二代男友, 跟叶迁分手, 富二代很快, 跟张纯提出分手, 转头跟孟雪勾搭在一起。 张纯查出来分手之前, 两人早就, 开始暧昧了, 气得把男朋友打了一顿, 又跟他撕破脸, 可却有很多人不相信, 维护孟雪。 你知道吗? 当时他们都说, 怪我脾气火爆, 让男人丢面子, 男人都喜欢孟雪那样温柔体贴的, 之三当三还有理了是吧? 我把一些证据交给张纯, 然后, 他编辑一番后, 直接发到了高中校友群和大学论坛。 这么多年过去, 孟雪身上又多了一件劲爆八卦, 介入前男友感情, 还嚣张挑衅, 导致对方未婚妻流产。 而且这次证据确凿, 孟雪直接在以前的社交圈子, 社会性死亡了。 张纯这口气, 总算是咽下了。 而我稍微在其中推波助澜了一下, 把这件事捅到了有心人那里。 于是不久后, 孟雪被公司以作风不好为由辞退了, 而叶谦的日子也不好过。 这件事在他们的社交圈子及网络上发酵后, 作为渣男典型, 网友群起而公知, 抵制叶谦公司的产品。 这时候, 孟雪又找到叶谦大闹一场。 可叶谦一直以为, 那段录音是孟雪录的。 在叶谦看来, 七年前, 孟雪为了富二代绿了她, 七年后又恬不知耻回来求复合, 为此不惜害死她期待已久的亲生孩子。 心仇旧恨之下, 加上叶谦这糟糕的精神状态, 不用多想, 也知道会发生什么。 孟雪报了警, 叶谦已故意伤人醉进了橘子。 复合无望, 孟雪理所当然狠狠捞了一笔赔偿, 选择了和解。 她被叶谦打得鼻青脸肿的验伤, 照不知道怎么被张纯搞到了, 又大肆宣扬了一番。 以前的同学好友都在吐槽这两人狗咬狗, 活该, 嘲笑孟雪绿茶变猪头。 而叶谦的事业也彻底完了。 叶谦的合作伙伴早就想踢叶谦出局, 没多久, 叶谦就被迫离职。 叶谦换着号码私信我, 给我发消息, 拉黑一个还有一个, 有时候还会发满桌空酒瓶的照片过来, 连文字都透着醉醺醺的气息。 她向我诉说, 这段时间的压力和痛苦, 说她的一切都毁了, 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已经快崩溃了, 祈求我原谅她。 我随手发了个0.09的红包过去, 小作文钱, 因为你一毛不值, 我简直想笑, 社交, 家庭, 事业全面崩盘, 这难道不是叶谦自找的吗?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严守道德底线, 就这么难吗? 眼看着叶谦的精神状态愈发异常, 我决定把最后的礼物送给她。 我打了个电话给她, 告诉了她所有的真相。 叶谦听完后, 沉默了许久, 最后只问了我一句, 所以在我学习育婴知识, 买那些小玩具小衣服的时候, 孩子早就不在了, 是吗? 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这么多天, 但凡你能够有点良知有点底线, 我们都不会走到这一步。 叶谦, 你让我无比恶心, 我根本就不愿意 让孩子带着你的劣质基因 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懂吗? 我以为叶谦会暴怒, 会发疯, 可她居然开始哀求我。 不要录词, 我知道错了, 你要怎么报复, 我都可以, 我只有你了, 不要离开我, 宝宝已经回不来了, 所以叶谦, 我们也一样, 再无可能。 我顶着各种不方便, 更换了所有联系方式, 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 警察却打电话找到了我。 在一屋子没有拆封的婴儿用品, 各种玩偶, 玩具中, 我看到了叶谦的尸体。 她安详地闭着眼睛, 像睡着了一样。 警察严肃盘问了我, 说叶谦生前最后一通电话, 是我打过去的。 然后, 她递给了我一封信, 这封遗书, 应该是留给你的, 女士。 前面生情并茂的小作文, 我直接掠过, 看到了最后一句。 我的自杀与任何人无关, 是我不配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爸妈, 对不起, 我把自己的命赔给宝宝, 但是陆瓷, 你要好好活下去, 你要幸福。 迟来的后悔比草贱。 我走出大门, 直接将她扔进了垃圾桶。 全闻完, 完美, 没关系, 但通过后悔比草贴。